你是不是說要違背一個 没有关系啦 我们反正就今天开议嘛 大家高高兴兴 走上七点多民主党立委 已经出现在立法院 党主席柯文哲也坐镇党团 毕竟前一天民主党抛出 加开院会引发讨论 如今国民党撤案礼让 也被视为国会蓝白河第一步 还是要建立那个联络的管道 好像明天晚上 有一个国民党三长跟 民众党三长的换局 我希望说他们就彼此认识 以后有问题就直接彼此沟通就好了 之前才说要拜会国民党团 周三晚间双方党团三长将会面 可文哲也透露会亲自出席 会啦会来一次 我希望说我来一次 以后你们就自己 以后就自己讨论就好了 不过前一天民众党团副主任 杨宝珍刚请辞 更在镜头前泪崩咽 即便党内送暖 黄山山剖文说等他回来 冲长师一起担任发言人的 北市议员陈又诚也祝福伙伴 期待这次合作 对媒体人黄光晴就认为 走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暗示受了多大的委屈 把不过自我职场生涯的转换 搞了好似发生什么 政治风暴 他哭我是不觉得奇怪 他在这里工作这么久了 总是有感情 而且他也是很累 他休息会不会影响你 在2026台北市议员的过去 没有啦 我跟你讲 你给他累垮的更麻烦 而且他到底要选台中 还是要选宋山新义 他也还没决定 所以让他停下来休息一下 解释真的是累了 但内斗传言胜搜尘上 只怕民众党内茶壶崩暴 还再烧 明镜与点点栏目